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 今天继续给大家解说黑镜1500万 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 这里的人都依族统一 单独居住在一个被显示屏包围的房子中 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固定的自行车架上 骑车赚取点数 这里的点数相当于人民币 可以用它来购买食物或用于娱乐 人们的日常交流则通过新军网络 而男主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中 每天过着重复的生活 这一天,男主在自动贩卖机前买食物 结果食物没出来 被旁边的平凡女看到了 告诉男主有个小技巧,可以取出食物 男主感谢后就没再诋回她 平凡女有些失落 之后男主回到屋中打游戏 突然屏幕中播放一条选秀广告 男主只好花掉相应的点数跳过广告 后来有一天,男主在垫垫里遇到了女神 无意中又听到女神唱歌 觉得这个歌声在这个世界如此真实 之后女神买食物时食物没出来 男主就用平凡女交的方法上前搭讪 然后就聊了起来 询问女神,歌唱得这么好听 为什么不去参加选秀 女神谦虚地表示 自己并没有唱得多好 并且选秀的入场券可需要1200万点数呢 男主立即表示 可以把自己的点数送给女神 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虚拟世界中 只有女神的歌声是真实的 才值得用掉这1200万 然后回到房间准备买入场券 发现入场券竟然要1500万了 男主看看自己的点数 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 这下男主直接变成穷光大了 但他觉得这是个有意义的事情 男主把票送给女神 并作为亲友团和女神一起来到了选秀现场 由于长得好看 很快就被邀请上台表演了 上台前 工作人员让女神喝了迷失心智的饮料 然后就开始上台表演 其中一个猥琐男评委用语言调戏女神 另一个女评委帮女神解了胃 于是女神开口唱歌 所有人都被歌声震惊了 这时 其中一个男评委喊停了歌声 说了一句 这确实是这一季最动听的歌声 台下所有观众为之欢呼 表示认同 但评委又说 女神的声音并不特别 走不了歌手这条路 但美貌是优势 可以去当艳星 台下的观众又开始欢呼 表示赞同 反正群众就是这么容易被煽动 而这个过程中 只有平凡女一直保持抵制 最终 在评委的威逼利游下 和群众的起哄中 女神同意了 男主看到女神做的艳星 很是难过 在屋子中 看到女神演的色情节目 想跳过去 但由于没有点数 只能观看 男主想逃出房子 可却提示广告时间不得外出 男主很崩溃 拼命砸屏幕想出去 可扔打不开 看到地上散落的玻璃碎片 男主收起了一块玻璃 之后 男主决定积攒点数 改变现状 于是每天很早就来踩行车 日常省吃俭用 为了不花点数 吃别人留下的剩饭 终于 几个月后 男主攒够了1500万 来到了选秀舞台 上台前 男主拿出女神喝过的饮料盒 假装自己已经喝过饮料了 骗过了工作人员 于是开始上台表演 表演到一半时 男主突然拿出玻璃 刺向自己 威胁评委要自杀 并疯狂宣泄了自己的愤怒 痛斥体制 然而 评委巧妙地化解了他的批判 把他的批判当作是表演 并提出给他开办一个评论节目 在节目里 他可以继续控诉献吃 也不用每天再踩单车了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他妥协了 于是男主有了自己的节目 那款玻璃碎片 被他收进盒子 之后他走到房间边缘 看到了更大的虚拟屏幕上 投射出的森林 影片虽发生在未来世界 但也向前了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终日往返工作和住所之间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带着被童话的思想 日复一日地重复 日常的娱乐 更多是观看电视节目 通过屏幕 以别人的喜怒哀乐 聊以为己 或许有一天 像男主一样 有了自己的目标 想脱离现在的生活 我们称那个目标为梦想 于是开始拼尽全力 为梦想不懈努力 终于有一天 得到了一个机会 以为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了 起码可以和梦想更进一步了 可你的梦想 在别人脸中毫无意义 甚至是场笑话 他们不遗余力地榨干你最后的价值 为他们创造利益 说服你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如果你妥协了 你会发现 你不过是从一个牢笼 到另一个牢笼而已 你拥有了更大的房子 更好的生活 却失去了自己 当然 也许你现在还没有目标 不清楚未来要做什么 但你依然可以像平凡女一样 保持理智 不随波助流 不被同化 或许你现在很平凡 但终有一天会不平凡 希望那时的你 可以不忘初心 讲到这里 突然想起一句话 我们这么努力 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